大家好 我这盆金银花是去花式购买的 买回来第一时间用诞生猛熏给它喷洒 主要的目的就是 预防各种的病虫害 因为在售卖或者是在运输过程中 会接触到其他的花卉 主要是杀菌 接下来给大家分享 给金银花换盆 首先看一下这个图样 是一些刨花跟盐土 这种图样比较疏松 不过这个盐土有的比较大块容易绑结 这种情况我们最好是给它换上新的图样 更有利于它后期生长 金银花的根系是非常发达的 把部分的图样给它去掉 金银花开花非常漂亮 既可以观赏又可以使用 把比较大块的这些 盐土去掉 就是担心它 养护过程中容易绑结 给大家说一下 这个配土 金银花的 适应性 很强 对图样要求不严 但是呢我们要选择 苏松 透气 肥沃的 虚润的 砂质土 这样呢更有利于 金银花的根系生长 我这个图样呢是 炒炭土两份 加 活砂 两份 加 花生壳 一份 炒炭 保水 保肥 苏松 透气 富含有机制 活砂 主要是 烈水 透气 有利于 植物的根系生长 花生壳 白雪 透气 含有 丰富的富气质 和有机制 砂质土 我们都知道 保水能力 非常差 为了改变这种 土氧性质 我们 上盘的时候呢 可以吻合 一些羊分 或者是 作为底肥 这样呢 更有利于 植物的根系生长 因为 羊分呢 含有丰富的 富气质 和有机制 能使这个砂质土 保水 保肥能力 变强 让土氧呢 形成更好的团链结构 放一点 座位底肥就可以了 接下来呢 就是给它浇 丁根水 我们可以添加一勺 快速生根粉 这种生根粉呢 含有 天然的活性生根物质 和中微量元素 钙 熏 蒙 铁 等等的 能促进 植物呢 快速的长根 快速的浮盆 有利于后期生长的更加旺盛 这个土氧呢 是非常 透气白雪的 然后呢 我们把它放在一凉 通风 良好的地方养货就行了 好了 再见 这种东西 下面到你